哈喽大家好我是雷哥 今天我们就进行下玩游叫做摸头 摸我头的一位玩游操作 现在用的是波红水门一技能 没有打到人 对方也没有什么技能打到人 准备二技能踹了人家一脚 对方提升 地位马上牵插 叫你踹我插住你 然后就去踩 这是暴仇心气 对方提升 然后波红水门提升 提升之后一个二技能再接一个一技能 哎呀一技能跳高了 跳那么高干什么呢 对吧 耍酷 这是耍帅子之后的悲剧 哎呦 对方速度好快 把对方踹了一脚 招出个大蛇 把对方咬了一口 对方一招出个圆魔 同时招出通敏安逸 这个一个替身 然后接一个一技能 踹再再一个大招 哇 马上就有二技能了 对方应该没有替身 一下踹到了 对方马上替身 又被插住了 插住之后 这时候波红水门没有替身了 很尴尬 很危险 哎呦 完了 这一配合本来是有胜算的 直接被一个千叉给害死了 哎 还行还行有机会有机会 一技能没有标到 因为太紧张了 不行不行 还是挂了 看来可能是因为太紧张 然后太激动 难得有机会翻盘 然后就那个那个 一瞬间全没了 哎 进入有第二回合 我们看看怎么操作 先能明能 没有痘痘的情况下 老爹都打不过他 儿子能不能打得过呢 先来一个二技能过去 哎打 打到了吗 打到了一个螺旋王打到了 哎 躲过 然后接下 对方好像是刚刚替身了 啊 这时候小片堤什么 二技能过去 看来老子不行 还是还是小的行啊 最后直接被啊 被儿子爆脱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对方拿出了大河啊 当年大河好像是可以困住 这个名人九尾九尾爆花的一瞬间 对吧 那时候还是打谁的时候 他爆花了嘛 对吧 然后大河用木头把他给困起来了 对吧 这时候开个蛤蟆 哎对方霸体跑了 二技能过去 再来一个螺旋王 哇 没办法 当时控制那个 明朗的时候 明朗还没有进入仙人模式 只是 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仙人模式 所以说明朗应该是比较强势的 大河基本上应该不是他对手了 继续A 哎呦 我落地保护了 被顶起来了 然后又是这个落地保护 两个人在这个角落 这么喜欢这个角落嘛 好了 开始跑 继续A 好这个是暗部大河 还是不行的 哎 这时候怎么夹宅夜面是这种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 第四雷盒 看看明朗能不能 串三 对方 哇 红豆 预洗手红豆 泳装红豆 这么好看 也可以一手的下手 哎呦又提升了 对方跑了 招出个乌鸦 哎呀 乌鸦之后加大招 好狠啊 本来泳装穿的就少 再一个螺旋王 基本都会吸 吸关了啊 到最后 又一个大招 哇塞这么快 哎 这个大招好像空了 空了 空了空了空了 接个二技能跑了 接个一技能跑了 接再接一个二技能 还行吧 两个大招你没打死啊 最后还是被 二技能踹死了